圓滿吉祥 業績長樓 眾人齊聚 產下低土 代工大廠偉創進駐內科 打造全新企業總部 將興建地上12層大樓 結合北市府BOT數位中心 投資金額超過62.5億元 偉創與台北市政府合作 打造數位內容中心 及企業總部 最快2026年開始上路營運 內務新總部未來將有捷運通過 除了辦公室外 裕城中心預計有140家新創事業 創造3500個以上的就業機會 數位內容中心有虛擬環境攝影棚 LED聚目等等 結合虛擬實境 5G 大數據 將技術與創意核心 跟流台灣 跟流台灣是一定的 因為我們是台灣企業 當然是跟流台灣 那我們也會把最先進的技術 跟最先進的製程都留在新竹 留在竹北 留在台灣 會創2020年宣布出售旗下 昆山跟江蘇廠給中國力訓 之後就擴大投資台灣 雜重金 蓋總部 還有金人寶集團 進入北市科 興建地上55層 地下4層的大樓 總投資額超過300億台幣 我們現在全世界 有9個國家 58個工廠在全世界 我們也希望 真正能夠立足台灣佈局全局 中美貿易戰之下 全球科技業逐漸形成兩條生產線 台灣大廠也不例外 不只新南向佈局 更要跟流台灣 持續在世界 發光法量 現在終於會放下他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